Hello,大家好,我是InvestBangkokProvency.com的Kevin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一个题目还是问题 也是一个常常很多人时常会问我们的一个问题 那这个问题就是我们身为外国人呢 到底可不可以在泰国巴胆股拥有购买 或者拥有土地或者那些带有土地的房地产 就好像别墅啊之类的 简单的来说呢,这个答案就是不可以的 我们身为外国人呢,泰国的法律有规定 就是身为外国人,我们其实唯一可以购买的 那个住家的房地产的那个类别呢 就是只有公寓,只限于公寓而已 所以,所以如果你想买那些别墅啊 还是想买土地呢 这一个优先权跟权利呢 是只归那个拥有泰国人身份 所有而已,就是你必须有一个泰国护照 就是那边当地人才可以有拥有土地还是买别墅的 那我相信可能在观看这个视频的前面的你们 也许在某个时候曾经会听说过 可能会有一些投资公司还是中介 甚至是听朋友的朋友说 其实他们买得到啊,他们可以买啊 有人这么做吗?其实是有的 可是,当然在我们这边 我们是非常非常的不鼓励你们去 去这么的做的 为什么呢?就让我简单的解释 因为我们拥有外国人护照 我们不可以买有土地的房地产 所以很多人就去成立一个泰国公司 然后用这一个泰国公司去买土地或者别墅 可是当你成立这一个泰国公司呢 它是有一些限制的 一个泰国公司呢 必须至少百分之五十亿的股份 必须是给一个泰国人的 那身为好像就例如我今天要成立一个泰国公司 我必须找到一个泰国人一起去 注册这一个公司 而且这个公司呢 我自己本身的那个股份或者股权 最多最多只可以限制于百分之四十九 其余的百分之五十一必须 归于泰国人所有的 所以这是第一点对我们非常非常不利的 那当然有些人就会这么做 他们就会先把公司成立了之后 然后再找一个律师 就是在外面有一个协议 就是讲说这个泰国人的百分之五十一的 那个股份呢 只是在名义上而已 那个其实那个真正的股权呢 会授权于我 所以很多人就这样做 很多人就这样用这个泰国公司去买土地 或者去买别墅 这么做呢 那是也不是一个百分之百安全的一个方法 一定会有一个很高成分的风险的 那没有事情的话 当然每个人都会皆大欢喜 可是如果当有事情发生的时候 那个风险全全就会由你一个人来扛 还有为什么我们这么的不鼓励呢 就是因为我们我们往往后一步退 我们去了解一下 为什么那个泰国政府会有这么样的一个政策 他们的政策就是很明显的说 就是土地跟好像别墅这一类的这些房子 他只要让他们自己的泰国人有那个权利去拥有 所以他们他们的思想让他们立下了这样一个法律 那我们还去因为觉得好像设立一个公司来买这个洁净 这样我们就用这个洁净来拥有去这样做 现在目前是可能他们还没有什么去真的去看这一块 如果有那么一天他们觉得太多太多外国人利用这个方式来拥有土地 而且他们决定要打压这些在这样做的人的话 那那个风险当然就在于你们了 所以我是认为身为一个外国人我们要到一个国家去住 到一个国家去做生意到一个国家去投资 最主要最主要就是完完全全的了解他们的法律 他们对外国人投资的政策 然后就跟着他们的那个方针去走 不要为了一点小洁净还是还是为了一点点东西 然后死到以后会有麻烦 所以希望我有回答到这个问题 因为我们常常常常常常常会有很多顾客 刚刚一看曼谷他们就会开始就问 其实这个别墅不错我可以买吗 我可以买一个土地吗 当然当然我们有时有些可能有一大部分华人的思想 就是觉得拥有土地当然会比较 比只是单单拥有一个公寓会好 可是在泰国那个法律是不让我们这么做的 所以我们如果真的要到曼谷去投资的话 就只能看公寓 那从公寓那边下手的话 那就尽量去找那些很优越很优越的地点跟地段 这个可能我以后会再有别的视频来分享 就尽可能就选的地方都在曼谷中央那些核心地段 因为只有这些地方呢会比较容易遭租 而且如果以后你要有那个打算要转手卖出去的话 一般这些地点呢 全世界的人都会对曼谷有兴趣的人都会比较理解 而且也觉得这些地方他们可以想象的到 他们可以在那边住 所以通常这些房子的那个转收率会比较高 那你买的太远的话 其实那些房子都是廉价的房子建的 目的其实都是给那边的当地的人买来住的 其实绝对不是用来投资的 所以这个要看得很准要选得很好了 对 好,今天的这个视频就录到这里 然后下一次再回答另外一个问题 OK,拜拜 拜拜